您好 欢迎收看张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云林 俄罗斯二月底入侵乌克兰至今 台湾持续持援 外交部长吴钊燮最近代表台湾宣布捐赠400万美元 而早在二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欲请国际志愿军协助抗扼时 就有约十名台湾人响应号召 当中原本从事咖啡业的台湾志愿兵摇冠军 通过层层审核加入后勤补给 他支援乌克兰为的是如果台湾深陷战火时 也有友军来帮忙 而且临战场更让他瞄懂 为何同袍总是爱开玩笑 说阵亡率是95% 台湾志愿兵摇冠军支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 你不会回台湾了你知道吗 然后什么叫做你不会回台湾了 然后他们就说因为那边的阵亡率是95% 他们是一个开玩笑的意思 就是你要成为乌克兰人 对之类的 那我们就会讲说这是一个好地方 就是Ukraine is a good place to die 台湾志愿兵摇冠军支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 协助前线补给与伤兵救助 是极少数参与前线任务的台湾人 有伤口创伤心的伤口就是封存 然后快速后送 这都是一个在5到15分钟内 你必须把这个人移到安全地铁 必须有下一个人去做进一步的接手 我们算是后勤不及跟资源作战 为什么会想就是帮助这些人 其实就是这些情况 其实有很大的机会发生在我们台湾身上 而且这边的人都明白 他们都知道 所以当他们看到我们是从台湾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的反应 出我意料 因为我们觉得 我原本认为是说 他们不会知道台湾那个地方在哪 但是出我意料 大家都知道台湾跟中国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 我们希望人家帮助我们之前 我们能够提供什么实质的帮助还是重点 军用头盔上 台湾Will Help的标语 正是摇冠军正在做的事 28岁的他在台湾兵役服的是末班义无役 退伍后持续关注台湾国防议题 2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欲请国际志愿军协助抗恶后 他和其他台湾人约10人响应号召 像我们自己有在做一些CQB的一些训练 城镇站的训练或是战上急救训练 包含我在这边 有一些东西我们在战场上遇到的 不懂的 我还是传讯息或是联络我们之前 在部队的衣冠或是一些朋友们 这些长官或是这些好朋友 真的都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帮助 也确实有在实战中发挥作用 这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感激的地方 过去当兵所学都有派上用场 摇冠军坦言亲身体验战争 才瞬间体会和为乌克兰战友 口中的阵亡率95%的玩笑话 有经历过前线就是有看到一些东西 我觉得那些画面跟那些味道是 就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有这个机会去感受 会比较好 后勤支援乌克兰风险不算小 索性家人能理解 他们的理解是我们没有直接加入战斗 那我们就是在如果有网路连线的情况下 也允许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报一下平安 对但是我们都已经到这么深入 而且事情也做到一个程度 不能就是随便就说 嘿 拜咯我要走咯 对 因为大家是战友 你相信这个人不会在战场下 就是留下你 当然我也不会就是在他中弹 或是他被泡片 或是被东西打到的时候 就丢到那边不管 我们一定会 不管他是死死活都会把他拖回来 对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那个情感是很难割舍的 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此时 姚冠军所属部队正在基辅短暂修整 走在基辅街头 他感觉气氛和开战初期很不一样 两个月之前是真的差点打进来 两个月之前是真的是这样 所以之前的状况是非常的紧张的 就没有那么的 像现在 你之前路上是完全没车没有人 吉普目前生活回归正常 摇冠军归功前线人员奋战牺牲 坚守防线 他身在乌克兰仍心系台湾 呼吁台湾人切勿轻呼军事训练 因为台湾面对的威胁 是比俄罗斯准备更久 资讯科技与精援更丰富的军事力量 死刑他见识到乌克兰军队 严防第五纵队 从内部搞破坏的经验充足 认为相当值得台湾借劲 台湾还有时间补强 中央社记者零行舰 钟佑珍基辅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赴美 展开为期12天的访问 拜会美国国务院 双方从安全经贸科技 谈到能源议题 朱立伦表示很高兴见到老朋友 至于老朋友是谁 朱立伦没有透露姓名 只说不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赴美访问 拜会美国国务院 双方会谈约50分钟 触及议题非常多元 这很高兴的见到老朋友 大家相谈甚欢 那也谢谢国务院给我们的礼遇 然后我们谈了很多 那希望持续的未来 能够持续交流 然后他们也特别恭喜 我们驻美代表处的成立 至于所谓的老朋友 是否为主管亚太事务的 美国国务院亚太主情康达 朱立伦只透露 看对方不是第一次见面 另外朱立伦也赴华府智库 布鲁金斯研究所 以台湾未来方向为题 发表演说 朱立伦表示 国民党坚持与北京 进行基于原则的交往 以稳定两岸关系 减少威胁 管控危机 至于对九二共识的看法 朱立伦说 九二共识是两方的建设性 创造性模糊 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以期望搁置冲突 向前迈进 我们总是希望两岸能够持续沟通 持续交流 那至于我这边讲说 它是一个创造性的模糊 它还是目前我们所需要的 那我们如果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以前 我们还是用这样的方式 希望能够持续的交流 国民党在华府成立代表处 民进党表示欢迎 甚至期待能有机会进行公开辩论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 布瑞哲也指出 这将有助于美国了解两党未来政策 我认为它很重要 任何一个国民党要持续 至少两个国民党 所以他们可以比较 所以他们可以说 我们有这个判断 我们有这个判断 你们有这个判断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办法 他们有一个办法 我们曾经有一个办法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 有机会 他们会很联系 在他们询问 你们在这些问题 希望我们能够持续续 可能有些时候 主力轮赴美行程为期十二天 走访旧金山 华府 纽约 洛杉矶等四个城市 这也是 朱立伦即2015年后 时隔七年再次访美 中央社记者 江青叶 华盛顿报导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澳洲新政府五月底刚上台 是否持续前朝的抗中路线 不断受到各界检视 对此前中国驻雪梨总领事馆官员提醒 尽管工党和中共的互动较为友善 但预料中国仍试图利用贸易手段施压澳洲 进而胁迫澳洲在政治上走范 随着澳洲由工党领导的新政府上路 是否将延续前朝的抗中路线 备受外界关注 对此前中国驻雪梨总领事馆官员陈永林认为 预料中国将利用贸易问题胁迫新政府 借此要求放宽对中国情报网络活动的压制 并进一步逼使澳洲放弃紧随美国的挺台路线 工党在中共的眼里认为 有个社会党类似于国际上的社会党的意思 跟觉得有很多共同语言 以几次国防排比书 澳洲国防排比书里提到 针对中国的那部分内容 基本上都是自由党提出来的 那么这是2018年的 这个透明度计划法案也是 这个Malcolm Turnbull自由党提出来的 那么中共认为混一个工党 应该更好对付一些 陈永林也提醒 相较于中共透过派员列席澳洲工党会议 软硬兼施影响澳洲内政 中国对台的渗透和干预恐远比对澳洲严重得多 接受香港回归之前 就曾经就派出大批的地下人员到香港去部署 到最近对香港的这种黑社会式的镇压 就是由于它本身的人员都全部部署好了 跟那个语言方面相通 台湾这笔这么多年 就是跟中共大陆方面的这些人员往来 大量的人员往来 那么这个中共方面 那个部署的人员是相当大的 相当庞大的 面对外媒报导 中国预期澳洲工党执政后 将会是澳洲关系改善的契机 陈永林认为 尽管过去工党对中国的批评较小 但中国的手法仍会试图就经济层面构成压力 胁迫澳洲在政治上就范 中央社记者邱德珍 雪梨报导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亦林 我们再会 est台中央社网站 城河外归消于城河外 每个人都会有展示 新人员的手法 新的大使用 增长大使用 石手法 过孔林 tan 平的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